推行疫苗通行證是需要修訂規例的 我們將在下星期二同樣去行政會議申請修訂 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 即是大家最熟悉的599F章 除了修訂去加入疫苗通行證在現有的十幾類處所 這個修訂也會納入更多現在不在599F的處所 除了修訂規例來執行疫苗通行證 我們亦會附以行政的措施來要求進入這些處所 需要有疫苗通行證譬如學校 我們不需要改法例來規管學校 我們規管學校可以透過教育局的行政措施來做 在這裡預告疫苗通行證的定義 當推行疫苗通行證 即是要打針才能進入這些指定處所 最初是一針特別是顧客 但有些處所的員工早前一定有的要求 例如食肆一直都有要求 所以可能員工一開始就是兩針 但大部分人士用疫苗通行證進入處所 最開始是一針 過了一段時間就變成兩針 再過了一段時間即是按著可以打第三針 疫苗通行證屆時將會要求三針 才能夠使用通行證進入這個處所 上述需要修例的工作 會在下星期二交給行政會議討論 通過之後再公佈詳情 超級適合同行證 作詞情 有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